嗨各位,我是我,羅文煌 看來這集真的要做很快 在我開始之前,先讓我製作為介紹一下 我的名字叫羅文煌,我是一個作者、靈性教練跟靈媒 今天要跟... 今天... 這個禮拜很顯然就是講 所有有關懷孕的問題嘛 然後希望... 這樣可以很快的給他做個總結 嗯... 在... Brain Fart,用Brain Fart 太急太多事都會這樣子耶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是 呃... 獻給那些完全不能生育的父母 完全不能生育的父母因為 啊... 這個世界上80%是想生就好像動不動就可以懷孕這樣子 然後有少數的人好像可以生小孩 可是就是要比一般人多做一點嘗試 你知道嗎就是他們的卵子精子都很正常 可是就是怎麼樣生不出小孩子 那這個我們講過了 這一集是特別特別特別針對那些 完完全全不可能生的小孩子 生的父母 也就是你們知道嘛 人生種子只有少部分的人是 生育完全就不是一個選項 它不是選項的理由可能在於他們身體上有一些疾病 是完全沒有辦法有... 懷孕的 或者是有一些... 你知道... 嗯... 有一些阻礙嘛 是導致於他們完完全全沒有辦法懷孕的 然後我今天在講的就是針對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父母們 你知道嗎 今天我要跟大家再特別針對這樣子的父母 因為我知道我可以... 我其實啊靈魂... 呵呵 靈魂看多了真的可以接受各種各種的人的狀況 你知道嗎 就是你開始可以理解為什麼 你開始理解為什麼這些人怎麼生都... 都沒有辦法生出來這樣子 那我今天在我開始要進入這個話題之前 我真的真的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觀念 然後這個觀念我希望說它不只是針對是為了父母 我希望它是適用在所有人身上的 因為其實如果你們有跟蹤我的部落格好一段時間 或者是有看... 看我的直播跟蹤我的部落格 你們大概知道其實我是從一個什麼樣子的出發點 嗯... 在... 在跟大家做分享的 我今天真的真的很想要 而且這個觀念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的是 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完完全全 就花一點時間可以接受這個觀念 這個觀念叫什麼 這個觀念就是你其實是不需要任何人 任何事情來讓你這個靈魂變成完整的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活在這個世界裡面 它不斷的說服你說你一定需要找一個伴你才叫完整 你要一個家你才叫完整 你要有一個生個小孩子你才叫完整 所以不斷的我們總是不斷的在過我們的日子 相信說啊我只要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我就是完整的 我只要嫁人結婚了就是完整的 我只要生了小孩子 這樣我的生命才有意義才是完整的 我今天真的真的希望能夠在這邊打破大家這樣子一個迷思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靈魂本身的存在就是一個完整 你懂啊我本身的存在就是一個完整 今天不管在你的觀念裡面你覺得說可是我不夠好喔不夠完美啊 相信我這些不完美這些不好 它本身就是完整的一部分 你知道嗎 所以我今天希望你們可以以我的角度去思考的是 今天你一個單獨的存在個體本身就是完整的 你今天選擇另外一個人一起生活結婚生小孩不管幹嘛 只是因為我單純想要跟你分享生活 而不是需要透過你才來讓我的生命變得完整 同樣的在這麼多年的靈學里程跟這麼多年的諮詢下來 我發現有很多的父母或者是不能受孕的父母不但跟我講說 可是我如果不能生小孩 實際上我的生命就不夠完整啦 我今天真的真的我真的講了一百次 我也會講給你們聽 你們不需要有小孩子才能夠完整 因為你們靈魂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個體 你們必須去學著接受那樣子的不完美 因為你當初在投胎之前 就很清楚的知道為什麼你會選擇這樣子 這樣子在你的觀念裡面覺得不好 或者是不完美的這些部分來投胎 因為在你的靈魂觀念裡面這就是最完整的 這就是最能夠幫助你達到你的人生功課 最能夠幫助你 complete your soul 的一個藍圖 所以你才會選擇這樣子的身體來啊 你不需要一個小孩子讓你變得完整 不需要一個老公讓你變得完整好嗎 所以今天如果你了解版主我出發的立場的話 那你應該就知道今天版主我要跟你講什麼嗎 呵呵呵 為什麼你不能受孕 為什麼生育在你的生命中完全不是一個選項 它不是因為這樣子所以你人生就不完整 你人生就有缺憾 不是 而是因為這是當初你的靈魂選擇的嗎 你選擇這樣有它的道理存在 為什麼 我今天來跟大家解釋 你今天不能生育 可能不管什麼 你知道肌瘤啊幹嘛 導致於你沒有辦法受孕嘛 領養是這種選項啊 領養是這種選項 找代理孕母也是一種選項啊 是不是 雖然大家說可是自己生的比較好啊 我當然知道自己生的比較好啊 可是今天你生不出來嘛 可是你又真的很想小孩子嘛 我已經跟你說過你不需要有小孩子在完整啊 可是你就是可是我還是很想要小孩子啊 那我這樣想跟你講的是 那領養是個選項啊 代理孕母也是選項啊 今天版主我的觀念裡面 不是你一定要領養小孩子 你的生命才會比較完整 在我的觀念裡面 你只要領養任何一種生命 你都會學習到為了母的那種過程 為什麼呢 今天假設說你領養一隻狗 領養一隻貓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們也知道嘛 照顧貓狗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你也會 體驗到 照顧一個靈魂是什麼樣的感覺 我照顧另外一個生命是什麼樣子的感覺 通常這個過程它就不一定說 你一定要三十歲、二十幾歲、成家立業、生個小孩 這就要完整 有些人在執行、學習、照顧另外一個生命 這個過程當中 他可能在很年輕的時候 他可能在十幾歲、十五歲的時候 他就已經知道孕育 孕育另外一種生命是什麼樣子的感覺 你懂嗎 所以對版主我來說 即便你領養的是貓狗 你也可以學習到為人母 為人母、父母的喜悅 而且 你的青少年還不會跟你頂嘴 呵呵呵 還不會跟你頂嘴 他會闖禍 可是闖的禍永遠沒有那麼大 你知道嗎 很多人會覺得說我生小孩才叫完整 其實不是 生的小孩叫做功課的開始 功課的開始 記得喔 它不是讓你生命完整 它是讓你功課開始有功課做 所以生小孩你們知道嗎 包尿布幹嘛 青少年之後開始會頂嘴 然後之後你要擔心他交男朋友 交女朋友 去學校還要擔心有沒有毒品 有沒有你知道嗎 性侵還是幹嘛 你擔心的東西很多喔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是 先破除大家的迷思 生小孩子它不一定是一個 讓你生命完整 你知道嗎 它只是讓你滿足別人對你的期待 你對自己的期待而已 可是至於育養的過程 讓你有為人母的體驗 其實你可以透過領養 領養任何一個生命 任何一種生命喔 不是只有小孩子喔 領養任何一種生命 都可以讓你體驗到為人母的那種感覺 為什麼 因為你在育養 育養另外一個生命 今天不管這生命什麼存在 好 今天如果你不相信貓狗 可是版主我就是很想要小孩子啊 我就是想要小孩子 那去領養小孩子啊 去領養小孩子嘛 因為這世界上有很多的 人 很多的小孩子 很多的孤兒 是可以用到你的愛啊 可以用到你的愛的啊 那你今天可能問我說 那版主 那今天他這個小孩子被領養之前 在他還沒有投胎之前 他知道他會被我領養嗎 我說過嘛 靈魂最讓人類討厭的就是 他是all knowing 他什麼都知道嘛 所以他知不知道 知道 他知道 所以在他還沒有投胎之前 他就已經知道 在他未來的日子裡面 可能會被你領養 不是可能 其實大部分時候他很確定自己會被你們領養 你知道嗎 因為所以你常會弄一見如故嘛 看了欸好像很熟很喜歡 那我就是喜歡這個小孩子為什麼 因為他早在還沒出生之前 就知道你會成為他們的父母 那今天你會問我說 那這個鋪陳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為什麼不能是我生的 而必須是別人來生的呢 今天我可以舉一個最好最好的例子給你聽 其實就是像 你們有沒有曾經上網去找過一個食譜 然後這個食譜啊 哇大家都 review說這個食譜超好吃的 你只要照著做完全就不會錯 你知道嗎 然後你就把食譜印下來之後 你也很用心喔 你就照著食譜 他幾克 他就幾克 你就量幾克 然後他怎麼做你就照著做 可是做完之後好吃歸好吃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少了那一味 就少了那一味 然後你也研究不出來那一味道是什麼 然後到了最後就發現 啊那一味好像是 加個辣椒 你知道啊 加個辣椒之後 欸發現啊好合我的胃口喔 超好吃的 或者是不小心加了一個什麼 你知道加了另外一種香草 然後你知道 哇這個就對了嘛 加了這個就對了嘛 你知道嗎 就是欠那麼一味 你知道嗎 所以同樣的道理 今天靈魂在選擇 你以為選擇父母很簡單嗎 選擇父母真的很難好嗎 我好不容易選擇一對父母 是不是兩個人就創造出來 不是嘛 我要研究你的身家背景嘛 我要研究我阿公阿嬤 然後你知道 你知道 祖父祖母 然後再研究我兄弟姐妹 然後這樣湊湊湊 嗯?這完完全全是我的平台嘛 可是有那麼時候我父母 父母親研究出來 這就完完全全就是我的功課平台 就是我要的 可是就少那麼一位 少哪一位 你知道 可能這一位必須要從 遠度重陽而來 可能這一位要從別人身上來 你知道嗎 它就是存在它的基因嘛 我不需要這樣的生活環境 可是我需要你的基因 因為在我這個完美的湯頭裡面 少了那一位 這一位必須要從你這邊來 這個情況下你的靈魂 小孩子的靈魂就會選擇被領養 為什麼?因為它可能 它必須在外國的環境下長大 可是它必須要有 你知道亞洲的背景 你知道我們都知道我們這些 你知道 你有沒有三四十幾歲之後回頭看 然後你明明跟你的父母也不太熟 然後你發現自己身上 像他們的地方還蠻多的 你知道嗎 同樣的道理 它今天可能需要在一個 外國的環境上長大 可是它必須要有那種亞洲的背景 就是那種個性 那種它自己研究不出來的個性 它自己也沒有辦法解釋的喜好 來搭配這樣子的東西 它才可以創造出它的完美藍圖嘛 所以我今天只是在這邊很快的做個直播啊 版主要出門了 呵呵呵呵呵呵呵 所以 越來有點惶恐 不過 Anyway 只是在這邊很快的跟大家做個直播啦 跟大家講說 這世界上我有很多是沒有辦法完完完完全全 沒有辦法生育的 不管你身體上可能是遭遇過什麼樣子的狀況 導致於他們你們沒有辦法生育 我今天希望一個靈魂的角度 跟大家稍微做分享的是 今天你的小孩子 今天以你的教育背景 你的生活環境不管什麼方法 你還是堅持想要這個小孩子嗎 版主也不會批判你 你如果選擇做代理育母 我相信它有它的道理存在 你如果選擇要去領養 我也相信它有它的存在 那我今天想說的是 如果你真的覺得你需要成為父母 才可以讓你的生命變得完整的話 雖然這個不是版主我相信的事情 我相信你一個人就夠完整了 可是 如果你堅持 你必須要成為人父母才可以完整的話 今天版主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為人父母有很多種方法 你不一定要領養小孩子 你也可以領養貓狗啊小老鼠啊 我不管 你基本上只要 有辦法去孕育另外一個生命的話 生命就是含有靈魂 可以自己成長的個體 你要是有辦法去領養一個生命的話 在這個過程裡面你就會學習到 為人母是什麼樣一種感覺 它基本上就是孕育另外一個生命 跟照顧另外一個生命 跟另外一個生命達成溝通的共識 你知道嗎 所以 如果你覺得啊可是版主你知道 養貓狗就是完全沒有那種 完整的感覺也沒關係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孤兒難民 可以需要用到一點你們的愛 請把他們列入你的考量 請把他們列入他們也可以 讓你的生命變成完整的考量 今天版主我個人就還蠻喜歡 我今天當然生自己的小孩子很好 可是生兩個之後就跟老說 以後如果我們要小孩子 我們就領養的好嗎 所以 照顧花園也可以啊 還不會跟你吵 不會叫 這也是不錯的 所以我相信人們可以從各種孕育 孕育生命的過程當中學習到母性 那除此之外 如果你們問我說為什麼這些靈魂 這些靈魂知不知道會被領養 知道 為什麼他們要被領養 就像我說的 因為一個完整的湯頭 雖然你個人認知這已經很好了 可是在他們靈魂鋪陳裡面 可能還需要那麼一位 還需要多那麼一位 你知道嗎 這種情況下 他就不是你們兩個人可以 完全先給他 他需要再參雜這一個調味料 他不是一個煮湯頭 可是就是一個調味料 因此 他才會選擇被領養的平台 不過anyway 希望在這邊可以很快的 給大家另外一種視角去觀看 呃 領養這個角度啦 同樣的如果你喜歡我直播的話 歡迎你隨時加入我臉書的行列 呵呵呵 一副趕著要出門的樣子 呵呵 或者去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是去我的網站 RUWN.CA 我們暫時就先這樣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再見